好 继续来看到花莲县政府为了推动校园的诚信 深化大专与高中学子的品格教育 办理了113年度的校园诚信 从联上节向上要升的专案实施计划 并且在国立花莲女中邀请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蔡胜浩校园进行连证的宣导 内容包括了当前国家联阵的政策与国际接轨的情势分析 以及打炸新四把等等的课程 花莲女中全校师生大约有100人共同来参加 高中大学养成阶段是学生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刻 并且在府深入大专高中校园扎根反贪腐的理念 为该校学龄层步入社会建立连结工作文化 及连结观念遇作准备 花莲政府今年已经办理花莲县校园连正精英成长营 高中指连正意向共识营 以及连正吉祥误发表竞赛等课程 并且结合高中指社团表演 这次邀请检察官讲述当前国家连正政策 以及国际接规的情势分析 也是其中一项宣导的环节 这一次其实很感谢花莲县政府 阵风市 环保局阵风市 那刘主任跟我们联络说 他希望可以将这个连正的相关的讯息 推广到我们的高中端 还有大学端 那所以给我们这一次机会 那我们也广邀校内有兴趣的同学 那这次同学报名非常踊跃 多达八十几位 那所以但是人数又很多 所以我赶快把报名表单赶快暂停 所以今天参加的人数应该会到八十五位左右的学生 那有一些师长对这个主题也是很有兴趣 他们也会一起来 就是聆听这个主题 那也感谢主任警察官 他除了廉正的宣导以外 他也愿意跟我们分享 在法院的一天 以及他的工作的性质 我想我们也可以结合到 学生将来的升学的辅导这一部分 因为有兴趣的学生除了廉正宣导以外 他们也可以了解到说 在法院的工作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会不会跟他们的想象是一样的呢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或观点 那很谢谢 就是谢谢 就是环保局 陈锋是给我们这一次的机会 蔡主任警察官提到 法务部为了落实打扎纲领 严惩诈犯罪 不以执法机关科技侦查法律基础 完备相关法制制定扎期犯罪防治条例 通讯保障以及监察法 提供执法人员执法利器 回应社会对科技打扎 应应期待 这次宣导活动也在花龄女中权力师生热烈的回应 讲试课程中顺利圆满完成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